今天天气终于凉快一点了 开始绑两板柱的钢筋 还有就是线胶门前的这两根门厅装饰柱 然后水店师傅也过来把这一层的玉霾工作做了 因为这两天的话弄完之后就准备把线胶打了 这边师傅正在做门厅柱的这个模具 用这种塑料模具一次性的成型 我们这边做这种线胶造型的都比较少 一般都是后期再来做EPS或者是那个发泡陶瓷的 水出来了 啊 自来水去 等下我给你拿管子前 马上 来 师傅帮我们底下上去 开管在那儿打开就来呀 自来水 昨天晚上害怕下雨这个水移的话 才全部拿胶布来遮了一下 我得把这个胶布收回去 不然的话下一次要用就找不到了 今天浇这个柱子的混泥厨的话是炫活的 嗯 我开的这个水汗上混的那个一起浇哦 对 那个测一个东西 看来测得好像要拿 往这一层一层的浇哦 浇一点 浇板干净哦 哦 一般我就出起来又一刀 火好过后直接用手提过来浇哈 这个的话看起来有点复杂 先这样一层一层的浇 大家小心眼睛哈 烧电焊了 注金的话是单面焊接的 然后是18的螺纹钢 焊接长度是20厘米 隔壁邻居架的这个架空层也开始铺板的 他们的板子好多都是新板子 这种新板子就说打出来的混凝土 特别的光滑特别的漂亮哈 这个柱子的话还要边打边加固 没有叫蹦车弄这个就比较麻烦 如果叫了蹦车的话全部弄好了 从上面直接给它浇注下来就可以了 分分钟就可以搞定 这样子自己活灰自己边弄边弄的话 可能两个人要搞一天 现在没事 把焊接的这个焊粑粑给它全部敲掉 以前在厂里面上班的时候 其实我也烧过电焊 只不过烧的不好 那个时候有些东西要接一下的话就得自己烧 钢筋全部要从这下面这样子一根一根的递上去 这个事情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这一层都还好一点 下一层更高就更难递了 上一次打会的时候有两根管子堵了 现在去通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设备 可以转弯的站头 这娘娘这么热要跑到工地上面来凑热了 不是我要跑来 这个家伙要出来了 可能今天在家里面玩了一天不好玩 这里好不好玩 他就喜欢出来看热了 今天干活的人比较多 进度还是很快的 上面的模已经关好了 开始关下面柱子的模了 等下午的话就可以坐楼梯 这两根柱子的话也慢慢成形了 差不多焦住了有1米5左右了 然后这个柱子的话是没有打震动的 那个做柱子的师傅说 打震动的话受不了 模具要爆 现在差不多快11点钟了 太阳也出来了 直着晒 真的好热好热 我在下面都感觉到特别的热 11点半下班了 饭菜都已经送过来了 闻着很香 好像煮的鱼还是什么 新鲍菇炒的肉 还有一个是土豆做的红烧肉 我现在再回去给他们拿一箱水过来 上午两箱水的话都已经喝完了 这个天真的是太热了 主要是闷热 休息一下 吊下雨了 吃了就甜的口感喝水的 明天就好了 明天就凉快了 每天都没了住 住到40点 从47点钟就快走了 他这铺成500元的 我小的铺成500元的 你是吊起就是吗 没事的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这两根就是厕所给你拿 这个还是 厕所给你这根 这块还是 就这两根他说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3块 要起砖 这个可以 这个无所谓 只有这两根是500元 这两根一个顶一下 他说要不要买你了 这根是500元 嗯 这根是500元 今天忙的快一天了 这两根柱子今天要把它浇住出来 结果呢 现在停水了 还要提水哈 挺麻烦的 不过也快了 这边这根柱子都快要浇完了 下午4点多 太阳总算是阴下来了 现在就开始不热了 用这个火灰的话 感觉比用羊串活要快多了 上次我用羊串活活了半天 真的是全身酸痛了三天 现在都已经快7点钟了 做柱子的师傅还在加班 给他们拿一点饼干过来 因为他们今天要做完 然后明天就不用过来了 还差一点点 吃点饼干 你怎么敢弄 往是否吃点饼干呢 师傅们已经全部弄完走了 这里还剩了一点河沙 在路边上我把它喘一下 喘进去 他们今天下班的时候 都已经快要8点钟了 忙忙的一天 今天就这样结束了 早上6点多起来 现在晚上8点多 等一会回去还要洗澡 处理视频之类的